家里的小孩每次被蛔虫盯上,教你简单三招便别蛔虫,再立马把它们消除,不要让它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。 相信每个人本身或身边的朋友都有经历过生蛔虫这问题,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,为什么人体会有蛔虫?也会有疑问,蛔虫停留在人体会对我们的生命健康有威胁吗? 实际上,每个人体内都会有蛔虫,而且蛔虫也确实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威胁,严重的还会威胁生命。 所以判断我们的人体是否有蛔虫,并且及时对体内蛔虫进行驱逐。 对体内是否有蛔虫的判断,简单来说有三种方法。第一种就是通过排泄物来判断。 有很多儿童在排便时会拉出虫子,这样就能极易判断你的身体力确实走了蛔虫。 但是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儿童的身上,很多成年人就算体内走了蛔虫也不会在排便时将蛔虫排出。 另外一种判断方法就是检查你的毛发中有没有跳蚤或者狮子。 以前的人常跳蚤狮子是因为没有钱经常洗澡,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,人们洗澡都比较勤。 如果在这个时候,你的毛发里还是有寄生虫,那么就要注意了可能是你的身体里有了蛔虫,导致的身体外部的狮子和跳蚤寄生。 还有一种人非常容易感到饿,经常吃东西,但是吃多少都不会跑,对于这种人除了天生的体质食然,还有可能是身体里面寄生了蛔虫,你所吃进去的营养物质都被蛔虫吃了,所以能量没有真正被你身体吸收,你就极其容易感觉到饥饿。 所以,如果你的身边有经常吃很多但是却异常消瘦的人,就要注意提醒去医院检查检查是否真的有了蛔虫。 经常出现腹痛也有可能是寄生虫所引起,而且腹痛是无缘无故的话,就极有可能是因为体内的蛔虫了,也要及时去医院进行确诊,采取进一步治疗,以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 如果确诊了你的体内确实有蛔虫,也不用惊慌,现代对蛔虫的治疗还是比较成熟的。 最常见的是药物治疗,采取吃药的方式逼出体内蛔虫,让自己的肠胃恢复健康。 如果体内的蛔虫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,就可能要进行手术治疗了。 平时对蛔虫的预防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勤洗手,保持手部清洁,勤剪指甲,不要舔吸手指。 体内的蛔虫是一种寄生在肠道的寄生虫,一般来说,它不会对身体产生大的影响,而且现代针对蛔虫的治疗也比较发达,就算你真的体内走了蛔虫,也不用太过焦虑,去医院接受治疗即可。